一直相信就像柯文哲講的 我們要對自己的民族法治有自信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的政治體制 是比共產黨還要好的 所以他的這種言語論調 理論上我們就應該要很光榮的 很有自信的出來反擊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分析 我從成為有名 成為名人以來 就沒有在ATM存錢 不是不是那不是重點 我成為名人以來 我就立志要怎麼樣做正譜 什麼叫正譜 人家說科普就是科學的普及教育 正譜就是把那些聽起來 很複雜很高聲的東西 講得讓老百姓都能聽得懂 那什麼叫這個中共同路人 來跟大家做一個正譜 中共同路人的意思就是 你說的話做的事情 跟中共想要的東西一樣 但是不代表你就是收中共的錢 中共的走狗 不是 是他想要比如說島內分化對立 比如說這個讓中國國民黨 或是親中的人士重返執政 這是他們想要的 而我們做的事情跟他一樣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有可能 被國外的專家媒體認為說 這個東西 專家學者說這個東西 就叫做中共同路人 但是沒有人說中共同路人 不能批評民進黨 從來就沒有這個定義 你當然可以批評執政黨 但是你批評的效果 跟你批評他的方式 是不是跟中國同一個鼻孔出氣 這個才是中共同路人的定義 好 定義講完了我們來看國台辦怎麼講 國台辦說 你要打擊不支持民進黨的人 沒有啊 我不認為鍾小平有支持民進黨 請問鍾小平抓去關了嗎 鍾小平台獨嗎 鍾小平是台獨人士嗎 我是反台獨 反統一的 對嘛 那理論上要關的是鍾小平嘛 怎麼會是關柯文哲咧 對不對 所以國台辦從一開始我要跟大家講 他講的話都是有他的政治目的 而且他只是講給他家的人聽了 因為任何有一點正常邏輯跟智商的 都不會附和他的這個行為 我認為民眾黨也應該要譴責 這是我們的家內事管理批示 真的是管理批示耶 你看喔 民眾黨上街訴求抗議是什麼 司法追殺選擇性辦案 人權什麼違反人權 那個包含言論自由 然後政治迫害 講這三件事情全世界最厲害 不是全台灣的 全世界最厲害的就共產黨 對 跟什麼人 什麼迫害人權政治追殺司法辦案 這三個最厲害的就是 怎樣 共產黨 共產黨當年用一個叫做打黃 不是打黃國昌跟黃珊珊 打黃之後 整個怎麼樣薄熙來的地盤 就被他翻起來 任何跟薄熙來有關係的 都直接被他辦掉 那個才叫政治辦案 如果今天是反台獨就要辦的話 鍾小平比柯文哲還早進去 如果今天是支持台獨就沒事的話 林怡錦跟鄭文燦不會 不會現在正在辦 所以他講的這個都是講給他自己聽的 他沒講的才可怕 什麼叫沒講的才可怕 比如說他譴責台獨頑固分子 沒有譴責我 我才可怕 為什麼 因為我幫台灣人換護照 你知道那個多厲害嗎 我在選舉的時候 選前職業有跟大家講 我支持台獨 我教程不會 我主張台灣獨立 國台辦都不敢講我 我才是真的有威脅的人好不好 對不對 他現在講出來的那邊好像同情可婚哲 好像支持誰誰 然後把表演喇叭嘴 中共同路人不是這樣用的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落井下石 我都不認為這個叫井上添花 所以我認為民眾黨要 面對這樣子的國際聲援 你要感謝國際友人的支持 稍微給他刺激一下 我稍微要再講回一點點 這個辦案的部分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我們上次也在這邊 經濟學這個角度的跟大家交了 這個宣傳 哪許效應 求途困境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 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一個人要一人對眾人 你永遠不知道今天交出來的什麼 沈金 彭震生 映曉威 什麼邵秀沛 林周銘 林青龍 一大堆的 你永遠不知道誰 哪一個人會對你造成傷害 你以為大家都會跟你同路 大家跟你同路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你其中只要有一兩個人跟你不同路 你就要出事了 這跟高宏安案件很像啊 你以為是A去咬高宏安 沒有 後來發現有B跟C跟D 對對對有一堆了嘛 跟在搶菇一樣 所以這幾乎不可能串得成功了 所以圖利這件事情 我覺得已經接近是板上丁丁的 那個丁不是丁床的丁 這個不是鍾小平的丁床 但是現在的問題 為什麼一直要討論金流 因為金流會影響到 他是不是收受賄賂嘛 那現在的問題是好 柯文哲也在裡面 沈金金有沒有出錢買 有嘛 但是是買誰不知道 所以沈金金花的錢 你不會花的錢 然後不知道誰收賄吧 這第一個 然後再來柯文哲有沒有不明金流 有嘛 你不知道哪裡來的錢 你沒有那個稿費六百萬的 你不是作家 你暢銷作家 最近這十年來 政治人物賣的最好的書 叫凸子跟著月亮走 我都不相信他那一本稿費有六百萬 你稿費怎麼來的 你怎麼搞的 你要跟人家講嘛 然後再來是 民眾黨你一直都沒有辦法 給社會一個價值定義 什麼叫價值定義 到底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誰不知道 錯的事情一直做 對的事情沒人做 這也是柯文哲講的嘛 什麼叫對錯 請問一下啦 假設有一天講萬安圖利有贖會 那他們兩個 你要嘛就兩個都對 要嘛就兩個都錯 要嘛就萬對贖錯 要嘛就萬錯贖對 因為現在叫萬圖贖利嘛 所以我只是為了講這個梗而已 你要有人對有人錯嘛 請問一下民眾黨有沒有譴責 沈慶津韻小偉 沒有 有沒有 沈慶津刀茶吃人肉 逃出贏了豬滿酒肉臭的出 譴責嘛 沒有沒有人譴責 好那假設圖利是對的 支持容積率暴增是對的 那你為什麼要跑去打兒童醫院 對啊 對啊你應該要講說兒童醫院 棒 八百趴不夠 八千趴 一千趴八千八百趴 你要一直加上去嘛 對他應該要這樣操作 高雄國賓就是棒 吳敦義那個時候加就是為老 為老就是要一千趴一萬趴 對啊 你要支持嘛 不對啊 你一方面又把別人都講的是必案 一方面金華城又是對的 一方面又說這個財團刀叉持人肉 你又不敢譴責沈慶津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自己講不出來 所以最後才發現 為什麼我們講他是宗教政黨 為什麼我們得到結論是宗教政黨 最後得到結論只能是阿伯是對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 映小偉 沈慶津可以錯 金華城可以錯 新竹兒童醫院可以錯 阿伯不會錯 這不是宗教 什麼是宗教 好 上工 上衣服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五七點半給你薪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 紅奶粉 超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廣間十二點 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